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 欢迎大家先进来啊 我先做我setting先 大家稍微先等我一下啊 哈哈哈哈 跟往常一样我先set好先 我们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啦 我看一下 声音是否是可以先 大家等我一下啊我double check一下 声音是否是ok先啦 OK大家晚上好啦 又来到了我们的财经趋势 一样啦老规矩大家分享出去啊 给更多人 哦声音不错声音不错 来我们先进来我们首先呢 先给大家呢先进来先 ok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ok 我叫tony limp 那么又来到了我们 我们这么期待已久的财经趋势谈啦各位 那么首先大家听到什么歌 过年歌有没有那么很hot很hot啦啊 那么现在呢虽然说 呃mc1.0啦 那么有一些人没办法过回乡过年啦 但是呢还是要先祝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一本万利 新年进步 学业稳静如果读书的人 做生意的人 今天今年我们不求什么 最求的就是平平安安稳稳的 让生意能够度过这一个 期间啦 好那么欢迎大家进来 那么谁刚刚进来的帮我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啊让更多人都有机会能够进来 好不好 好那么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开始 我现在先跟我的鼓友打个招呼啊 那么我们的新年歌就暂时高一段咯 OK OK 大家晚上 OK那么我先看一下 Incherson 还有我们的Jane Leong 还有谁进来我看一下啊 我refresh refresh一下 好哇很多我们的鼓友都进来了 那么我们的Penguinson 还有我们的Andy Lau Sky Wong Jane Long 新年快乐赚多多钱 身体健康队 但Amy你好 呵呵 还有我们的David Lee 还有我们的Larin Chong Ken Lim 红包拿来哇还小妹 真的是新年快什么新年什么快乐红包拿来以前啊 不要这样啦 你们真的是 呵呵 马桂西老师晚上好 Hi ha Joseph Bang 还有Hi ha 还有我们的May I know what is the next trend Yes 为什么开财新趋势坛 就是要跟大家讲 next trend在哪里了 OK 期待已久你们还在等什么 赶快不要吝啬自己的手指 按一下这个share的button了 让更多人今天呢有办法的在这个过年之前进来了解一下 来临的趋势是否是有改变还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去布局 让我们在今年的2021年的这个二月份之前呢 能够做好所有的准备 那么呢 能够迈向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能够安全的行驶我们的这一艘船啊 让我们这艘船呢能够看到安安稳稳啊 让我们呢都能够平平安安啊 赚得开开心心啊 各位 好来到这里了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古友 还有谁已经进来的 让我知道Ivan Heng你好 还有我们的Andy Trapolim 还有我们的Alpinio Tony老师晚上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好 还有我们的Bun Seng 还有Edward Lim Wing Seng Lim Wing Seng 妈 哈哈哈 很可爱啊 你们跟Ding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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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来 大家全部先进来先了 那么我现在呢 首先呢其实非常开心了 为什么开心呢 那么其实呢 讲真了 我开心是因为大家 基本上这个疫苗看起来很快 就是能够到达我们马来西亚 那么年长者呢 跟我们前线的人呢 就已经得救了哈 就是有一个 一个救星要来了 那么这是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了 那么第二件事呢 其实让我觉得说 有一点纳闷的事情呢 就是说有一些股友 有可能今年没办法回乡过年啦 那么没关系啦 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回乡过年的股友们 就开我的这个直播来听啦 让我陪着大家一起先过个年先啦 在这个还没有过年之前啦 我们的二月份哈 好 那么有机会我也会跟大家聊聊啦 放心放心 我们的Tambun Wang 来了 Sim Hoang 还有我们的Moi Sunang 信响事成Liu Long 信响事成给所有人 那么李 Ping Lim 还有我们的Ko Chin Tai Hong Lim Wong Chu Yi 我们的Yu Pau Yan Andy Seed Tony Master 好谢谢你 Kim Ng 跟丁Malaysia 还有Desmond 有人写哈 Jasmine Tony Teacher Jack Chong JC Chua 好 货不多说 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财经趋势摊的第七集了各位 那么每次来到财经趋势摊的时候 每个人都非常的紧张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财经趋势摊的时候 我会把正式的趋势呢 一五一十的呢 就是跟大家稍微给诉说一下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财经趋势摊呢 我会做的比较简洁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已经把大致上的比较 就是比较浓缩的内容呢 做的比较简单的 让大家呢 比较容易明白啦 当然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在这个财经趋势摊的当儿呢 那么不吝啬的 就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听得到 这个是最重要的 让他们知道接下来怎么走哈 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 期待已久的财经趋势摊第七集 各位 我叫Tony Lim 如果你第一次今天看到我的话 谢谢你的支持 感恩你那么忙 也希望你love like share 好 那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先做一个免责声明 那么接下来我所分享的 所有的金融知识 都是我个人经验的分享 并非任何买卖建议 有可能会提到一些金融产品 包括期货 房地产股票 汇率等等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个人经验的分享 那么如果你想要买卖任何的股票 期货房地产等等 Please seek for your professional advice or financial advisor 谢谢大家 我们正式开始 我们的 2021年的第一场的这个财新趋势 今天其实也不是第一场 已经第七集了 ok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首先先来跟大家讲一些新闻 就是比较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 COVID-19的感染人数 已经去到了整5000多钟之前 最高的时候 当然有跌了4000多钟 让我喊 喊一口气一下想 幸好真的是 ok 不要忘记share link在telegram 哎哟 谢谢您啊 不好意思先打扰一下 忘记share了这个link 在我们的telegram 幸好我们的股友这么热情 跟 这么康慨的呢 来remind我 谢谢你哦 非常非常的感恩 你的这个reminder 让我呢 有办法在telegram这边呢 再呢 呃分享出去哦 那么所有在telegram这边呢 请可以自己去看啦 我已经开始share出去了 各位 好 那么我们来继续哈 各位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股友 叫什么名字呢 Suzanna Till 谢谢你感恩我们大家 我为大家这边 1000多个人来感谢你哈 好那么呢 在这一边呢 我们这一次的疫情是否是 有办法能够平息 还是接下来的趋势 会是怎么样 我们的经济是否又会好 还是我们接下来的股市是否又会涨呢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最近都特别关心的一件事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马来西亚的mco2.0呢 已经officially正式的给延长了 各位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在这里相信呢 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确诊人数呢 其实没有所谓的有大幅度的这个 就是缓和的现象 反而呢是我们看得到呢 有走升的这个现象的 比起我们之前听到一百中 两百中三百中的时候 我们很紧张 现在听到一千中 哎呀 有没有这种感觉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马来西亚呢 是一个延长的mco 其实呢 是已经是一个症状来告诉我们说 有可能我们的经济复苏啊 可能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 并非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但是呢 这个疫苗在二月份来到的这个期间呢 是否真的又会迎来一个我们的这个经济再度的复苏呢 那么在这里呢 小弟就基本上跟大家先大概聊一聊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身边左边右边上面下面所有的电污 还有我们的这些生意经营生意的一些企业家 那么最近呢我相信有很多的企业家在这里如果有的话呢 也麻烦你可以大概的就是讲一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 那么我最近走出去看到的其实有很多的店铺呢 都在放着那个纸说是 有些是说close down了 就是已经关掉了 那么有些呢是要租出去要卖出去的都有 那么是非常多的布条在外面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说 现在的有很多的这个商业呢 其实是不是很理想的 再加上说有很多人在最近失去工作面对财员 也是我们最近所看到的 还有就是有些呢是面临一个潜新的这个状况 好 那么其实呢讲到这里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济有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修复 过后呢在马来西我们就来看一下全世界 那么我们所谓的国外就好像说美国还有英国 那么最近呢刚刚英国冒出了在Bank of England 我们曾讲了一句很简很重要的一句话说 他们有可能会保持这个 央行会保持这个利率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 那么很多人之前讲说是哎呀 美国啊现在就是减息了嘛 那么基本上啊只要是别的国家的货币都有机会 会周涨我就继续去做多它就可以了 那么未必请大家要三十了 现在呢其实在整个欧盟区里面呢也不是很理想的 还有很多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美国那里呢 他们还是继续保持着这个量化宽松的政策 还有呢就是低利率的这个决策 包括马来西亚也把我们的现在的利率保持的非常低的水平 也有可能说他会考虑的把我们的利率再做出一些调整 如果有必要的话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所看到的一个状况 在我们整体上的央行的一些举动 好了那么现在的美国的这一个央行呢 他保持的这个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的这一些钞票拿来是买什么呢 那么我相信个别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或者之前我们在我们的COVID-19的时候都知道呢 这一个所谓的保卫额就是Federal Reserve的Chief呢 他们是把这些权决定的是大量的就是购买在这一个P 就是Primary PMCCF我们叫Primary Market Corporate Credit Facility 跟Secondary Market Corporate Credit Facility 听得有一点难明白 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是购买更多的这些债券 那债券呢其实他们购买的过程在这里我就不多谈 之前也大概说有讲过了 那么最主要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在买的时候呢 能够支撑到美股走涨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他们在这购买PMCCF跟这个SMCCF呢 已经到达接近我们所谓的37.5个Billion左右了 各位 那么相信呢接下来有可能呢也会陆陆续续的继续的购买 好了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回来马来西亚 那么如果说美国继续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有可能它会迎来的就是股市再一度的走涨 还有它的房市property market的再一次的一度的走涨的一个现象 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呢继续走涨的话呢 但是我们说这个钱啊是没有channel channel就是把它呢分配到了这些raw material 就是所谓的这些我们说比较真正能够帮助到企业制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管道的话呢 那么有可能我们会看到的是还是有很多人会面临失业或者是工作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有工作的一个情况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在2020年的12月如果大家有去看非农就业数据的话呢 其实我们预测啊就是我们focus呢是会有加就是加不是negative 加一个70千的一个工作出来的但是呢非农界数据就在了2020年的12月爆出来是负 是减140k就是140千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知道说这一笔钱啊 其实呢channel去到了是错的地方就是简单来说有可能会制造出一个很恶性的通过膨胀的一个现象 那么恶性的通过膨胀的现象如果真的到来的话有可能会迎来的就是第二度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泡沫现象 但是当然等一下先不要担心但是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泡沫并非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现在如果真的泡沫迎来的话那么损失最惨重的即将会是全世界的央行那么最惨的就是我们美国的Jerome Berville 就是他们他所带领的这个团队就是Federal Reserve美国联邦储备的 所以为了不要让这个股市突然间有一个暴跌的情况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美国是尽心尽力尽全力的来帮助这个美股的走涨 所以从到这里我们讲完整个宏观经济之后现在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马来西亚在过去的12月2020年大家知道我们的总交易量的这个价值Value Trader是110.1个Billion 然后呢到达了我们这可爱的1月份我们的Busa Malaysia所爆出来的数据就是有95.7个Billion 我们从110个Billion掉了到95个Billion 所以整整整掉了多少呢掉了差不多蛮多的大家都知道10多个Billion左右超过 那么呢接近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数据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有其中的一方面已经开始在就是没有买这么多的股票了 那么是谁呢其实在我们的Foreign 这个我们的我们先来讲我们的Foreign Institution先啊 那么我们的Foreign Institution呢其实是在这个14.19个巴仙里面呢 我们的Foreign Institution有涨了接近16.65个巴仙从我们的12月到1月份的 我们的散户呢其实从37.47个巴仙掉到就是掉到35 所以简单来说散户的钱其实有减少了一点 那么我相信是因为可能一些方向大家不是很明确 然后也不知道说接下来会是怎么样 虽然说散户的钱是有融进去 那么最近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的GameStop的状况呢 而导致有很多人非常担心这个股市是否会有一个迎来一个动荡的现象 然后搞到呢整个股市呢是非常非常的乱的 好那么讲到这里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去看最近的一个数据的话 我在这里就稍微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的外值 其实外值在1月的时候其实有流出蛮多的 差不多是我们讲1月21号的时候是流出了118个M左右的 那么在同样的这个1月26号的当儿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在Local Institution 我们就是本地的 我们讲本地的Institution也是开始有在出票的 但是我们的我们的散户就是Institution出了55个M 本地的散户就基本上进了蛮多的票的 简单来说我们在1月21号的时候呢 我们本地散户是买了173个M的价值的这个股票的 所以简单来说呢 其实在1月份的时候都是大致上散户进攻股票会比较多 所以整体上这样子来看的话 再加上刚才我跟大家所说的 有可能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在2021年是否会迎来一个恶性的通过本上 但是它的几率是不是这么高 所以很多人就讲了 Tony啊这样子是会涨还是会跌啊 本来我以为股市会涨了 我就会去买一些附属股 可是在现在呢 可是我又觉得有可能它是不是会跌啊 我要怎么办呢 来请大家席而动听了 我就先喝口水 请麻烦大家帮我分享出去好不好 讲了很多啊 要休息喝水一下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策略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知道 现阶段的我们的这个2月份过后 是否我们的经济真的会复苏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只是知道说会比较慢 所以在这种比较慢的经济复苏状况当下呢 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在我们的复苏股 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 垄断市场的股票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一个字 叫垄断市场 各位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其实呢 我们也知道说整个经济如果复苏的时候呢 银行股肯定就是跑不掉的 会有机会再一度的走涨 这个是跑不掉的 那么public bank呢也选对了时机 在这个现阶段呢 来就是把价钱给adjust回来了 这样比较低了 大家也知道 那么呢在这个现阶段呢 是否之后我们的股市回来的时候呢 这些银行股呢会回来 包括public bank mei bank hongliang bank alliance bank 或者cmb呢 那么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 如果 我是讲如果 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联邦储备 他们想通了 想通了 我不要毒爆这个bubble 什么叫毒爆呢 简单来说 其实这个最简单解决现在经济的问题就是 让泡沫爆 这个是最爆掉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因为只要爆了之后 如果重新洗牌就可以解决那个问题了 但是问题在这边 如果把这个经济给爆掉的话呢 那么我后面想要 就要收的那个尾 收尾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请问呢 这个拜登刚刚上任成为president过后 会不会愿意在他执政的这个情况当下呢 留下一个历史说 在一个这么老了的一个情况成为president了过后呢 就是让这个经济崩下来的一个总统呢 那么这里我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了 那么如果说他不愿意的话 有可能会迎来的就是短期或者很慢的一个复苏 那么如果很慢的复苏的情况当下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呢 必须要观看的就是更注意的就是 垄断市场的股票了 好在这里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垄断市场的股票 这一家公司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 那在马来西亚的话把它称为是Tanaga National 好那么Tanaga National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这些电源 尤其是现在不管MCO还是没有MCO 我们还是要用电的 大家看到现在我在跟大家讲直播 我是在开着我的电 开着我的灯 开着我的电脑 那全部呢都是在用着Tanaga 所卖给我们的电 那么请问Tanaga一天24小时之内都在盈利 对吗?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哦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有一个叫Power for 这个泰国有一个Provide Power的 他们有一个Slogan叫Power for Thai Happiness 它的公司叫EAGT 它是没有List啦 但是这一家公司在泰国呢 其实如果给我知道它是有List的话 我还是一定会想尽办法去买它的股票 你知道吗?但是我跟大家讲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大多数被垄断市场的股票 都会给政府吃掉的 那么呢在现阶段我们知道 马来西亚是非常的幸运的事 我们有机会去购买这个垄断市场的股票哦 它的名字叫Tanaga OK,然后Tanaga 其实我们知道说在过去的2009年到2019年 其实它整体上的Revenue Revenue就是我们所谓的赚的钱 都是有增长的一个现象的 然后在那个Gross Profit Margin里面 如果大家有去做就是所谓的研究 那么从2009年到这个2019年 接近10年的这个阶段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Tanaga它本身都是蛮平稳的 那么现阶段呢大家知道说Tanaga的价钱到了什么价位吗? 来有谁可以给我知道的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机会 让大家给我知道Tanaga现在的价钱 其实是已经掉到什么价位了呢? 来请大家开始解答在下面的comment 谢谢大家 请大家 跌到什么价位了呢? 跌到什么价位? 来有谁可以给我知道跌到什么价位? 嗯?有谁可以讲的吗?跌到什么价位? 什么价位呢? 请大家回答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好,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就直接9块多对7瓦罗呢 你是第一名哦 OK 那么我们给你第一名棒棒 那么呢 9块7 没错了 大家都知不知道 之前在他高位的时候是多少钱? 来最高价的价钱 请问多少钱? 请大家回答 最高的价钱是多少钱呢? Tanaga 最高的时候是多少钱? 来请大家comment一下 我喝口水先 OK 来 谁知道Tanaga最高的价钱的时候是去到什么价位呢? 最高的价位 哎呦我今天还是忘记换掉我一个比较快的网线 真的非常抱歉哦 可是不用紧啦 应该还可以啦 下次我就换比较快一点 我有一个比较快的网线 那么我已经开了这个live我要去换掉它就有一点难了 不要紧啦 我们carry on OK18块 Marcus答对了 接近16到18块了 差不多我说他16块了 便宜一点好不好 讲16块 那么现阶段呢 大家知道说有些人讲12块 你们自己去看图啦 我跟你讲average 我算他16块就好了 那么现在还是卖9块7 那么大家知道说 接下来如果说这家公司跌到这么低了 他又是垄断市场的一家公司 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当下的话呢 那么我要收股息 第一呢我要拿比较高的dividend 他是可以给到我们 第二呢 如果我希望可以在这家公司里面赚到一点钱的话呢 他也跌得非常低了 你们觉得有没有机会 来大家觉得我们很民主的话 那么你觉得有机会的话 去麻烦你在这个comment那边写有机会 那么如果你觉得没有机会也没关系 你就跟我讲他的理由啦 好不好 那么呢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分析 跟我个人所做出的一些功课 好那么来到这里呢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团队已经做了一个功课 那么我们知道说 其实整体上的operating的这个margin呢 在这一个我们所谓的tanaga 就是他都是在 诶等一下我们先go tru我们的gross 太开心了 我们的gross profit margin呢 其实都是在一个十多巴仙 我们接近13.9巴仙 这是2011年的时候 他是差不多13.9巴仙 就是最低的时候哦 最低是在2011年哦各位 大家知道现在2019年他已经去到了23.6巴仙 不是最高的 因为最高的时候基本上是在2017年 他的gross profit margin是26.3 但是现在在2019年的过去哦 就是我们2020年 我们现在是2021年嘛 我们拿2019年来做analysis的时候 他是在23.6 所以呢 我们看的是长远 他整体上过去2009年到2019年 average都有最少13 但最高26我做一个总平均啊 都有20多巴仙的gross profit margin 你说我考不好呢 一家公司可以做到这样啊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啦 垄断市场 你懂什么叫垄断吗 今天我讲起价就起价啊 Tolong不要起啊 可以的话尽量不要起好吗 因为大家都已经很惨了 不要再起了 OK这个电费啊 降一点给我们就好了 subscribe多一点啊 OK 如果有听到的人 可以谢谢你tanaga的股友们 OK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operating的margin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嘛 在2009年到2019年 operating margin里面呢 2011年是占了5.6% 然后来到我们的2019年的时候 我们分析的时候 是差不多16.1% overall呢最低是5.6% 那么我们最高的话也是接近20% 罢了 所以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如果大家知道啊 我再讲多一个意思说ROE要是多发行 没有没有没有 等一下我后面跟你讲ROE还没有 ROE还没有到啊 OK 你懂不懂profit margin啊 我们刚才谈到泰国有一家公司 也是provide这种能源的嘛 EGAT这家公司 你懂不懂哦 它没有list的话 它都有2019年的时候它是8.6%啊 我们的Tanaga是8.9% OK 所以其实他们EGAT啊 它overall在2009年的时候 是差不多8点多% 他们有最低的时候是5.8% 在2015年 然后最高的时候是2017年 我们2017年的时候不是最高的 我们2016年是最高是16.5%啊 他们最高的只是去到11.2% 我们最高是16.5%啊 profit margin 所以你讲耶 你如果去看profit growth啊 过去的10年啊 整个Tanaga的profit growth是17.3% 是很恐怖耶 你知道吗 你不要看它5年的growth 你看它9的苍延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 不确定的情况当下 不稳定的时候 如果我可以考虑去进一些 比较稳定的公司的话 比方说像Tanaga这些 那么如果它跌啊 上啊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要管 当然外面发生的事情 我一定要prepare 两种股票在手头上 第二 就是这个被低估的 undervalue的股票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说 如果复苏的话 有很多人刚才在讲云顶嘛 对不对 你认为说 如果 云 这个market回来 全部人都可以回去 去吹吹风的话 你认为云顶会不会赏呢 然后云顶现在真正真实价值 有多少大家去看一下 就明保在讲什么了 ok 所以哦 这个是如果复苏嘛 那么复苏的时候 银行又会不会回来呢 这个根本不需要多讲了 我从之前财经趋势谈的 第一集就跟大家讲 叫大家特别注意这些股票 因为等整个经济一回来的时候 不要说啊 我来不及上车啦 巴士走很远了啦 讲这些话 我跟你讲 我是不想听了的 真的是拿鞋丢你的 我跟你讲 真的是 因为早早就已经跟你讲了 不要跟我讲 我们没有讲啊 ok 那么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呢 我们呢 在这一个Tanaga呢 价钱很低 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很低 那么他真的是 不输回来的时候 如果他回去回 他不要讲啦 我们不要讲说19块 不要讲那么高啦 有些人我讲你15 16块就好了 你认为会怎样啊 ok 所以自己去看啊 这边讲这边算啊 ok 那么 其实呢大家知道说 在这种的 所谓的生产能源的公司 除了呢他本身的盈利要好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看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投资 就是他投资去哪一个所谓的 就是他的plan啊 比方说他投资 他买很多很多那种地啊 来建一些地方 来generate电啊 还是什么啊 然后他的equipment啊 有没有投资啊 这些也是很需要看的哦 那么其实过去的15年 如果我们拉到很长15年来比较的话 泰国的EGAD是0.868 你懂不懂Denaga多少 4.93啊 我跟你讲过去的15年 你懂10年是多少吗 10年我们是6.56啊 比我们的15年还高啊 那么你知道5年多少吗 我们的这个property plan 我们投资进去去grow的 7.82%啊 你知不知道 在EAGD的compare啊 他15年只有0.86 10年只有1.96 5年才有3.93 可怜到没有人有 他的5年都比我们的15年还要少 我们的Denaga赚了这个 都不是赚了 是投资下去 property plan跟equipment 这样多 那么你认为接下来 他所投资进去 疫情好了过后 他会不会赚更多咧 啊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讲 虽然说是垄断市场 他后面还会不会做更多的东西 会不会投在别的地方 然后还有更多revenue咧 I don't know but I know one thing for sure 他是垄断市场的生意 所以 因为垄断市场的生意 他稳 OK 这个是我知道在put certainty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动作 好 讲到这里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看他的这些 有很多人就讲说是 我想要看他的debt啊 欠多少巴仙啊等等 我跟你讲不用宽的 为什么呢 垄断市场你要看什么debt咧 OK 什么叫垄断市场 他讲了算 他今天讲了算 你明白吗 没有别人可以讲话了的 那么我debt高管 管谁的事啊 我今天我垄断市场啊 你明白吗 OK再来他的ROE是多少 刚才不是有人问咯 我跟你讲 从2009年的ROE到2019年 如果去做一个比较整个debt出来 他最低的时候是4.43在2009年 他最高的时候的ROE是在2014年 2014年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马股 在1800多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过后呢就跌到了在1500多点 在那个时候他的ROE是最高的 17.09% 那么现在呢当然 那你不要跟我讲他会很好 那么 2019年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知道所谓疫情的关系等等 可能会修复一点点 那么所以他在2019年的时候是7.81%左右 所以呢垄断市场 again谁来管理 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我来讲 nothing to do with those who manage my 这个谁管理我的这个公司吗 我今天我被垄断了 你来管我怎么管你 我要起价起价我讲好但是不要起价 dolong dolong我再讲东西 那么net cash flow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y 我们也知道说 ok其实虽然是垄断市场是垄断市场 但是他也必须要 cash flow方面要管的好咯 那么他不是因为说我垄断市场我就没有管我的生意哦 你知道如果以15年来比较的话 15年他的net cash flow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y growth rate 成长率啊 是9.14% compare泰国啊 15年啊 泰国只有6.02 他多出他3%左右 如果比较10年啊 我们的tenaga是10点 10.14 ok 泰国是8.6 所以多了一点多巴仙 好像不是很多对吗 我跟你讲5年 你去比较他的5年啊 你懂极恐怖吗 我们的tenaga5年啊 我们的net cash flow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y 就是我有的现金啊 13.26% 我们的泰国才有3.67 他有13.26 你懂多少倍吗 所以哪里可能不会给这样高的dividend 之前你懂吗 给dividend极高吗 你自己去查我不要讲了 讲了我都闲了 你懂极高吗 给这样多的dividend 怎么可以给这样高的dividend 钱有啊 他钱有啊 那里可能不能给dividend 你讲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ok讲的有道理 在下面comment一下啦 ok 好啦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如果他有做优惠的话呢 以现阶段的这个这个状况啊 大家自己去看啊 是否是有机会 free cash flow方面呢 现在他是占于2019年是17.08% 是在我们整个10年里面呢是最高的 是2020年这样子的疫情来 对我来讲我觉得对他影响也不是很大啦 因为呢 他基本上还是在operate 每个人待在家里用电更多 有没有 之前疫情的时候啊 用电更多 那么呢 compare跟2019年的EGAD呢 只有9.7多 他17个巴仙 你讲他恐怖不恐怖 好了 讲完了这里呢 我就稍微的再来 呃跟大家 呃大概讲讲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 The Naga呢 就是 所发生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去看啊 那么通常呢 如果你要赢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走反方向啊 就好像 我们所谓的巴菲特之前 他的老师所教他的啊 就是说这个啦 Benjamin Graham 我每天看他讲啊 你看到吗 他就在我的房间 每天看住啊 OK他讲什么 他说当别人在卖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买 当别人在买的时候 我在 when other are greedy we must be fearful we are fearful we must be greedy 这句话呢 大家好好的去省事了 那么以现阶段的市场的情况 你跟我讲 要炒这个炒那个 我跟你讲 风险是很高的 那么我是不是觉得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 我没有看到任何好的东西 我是不会给你讲的 那么 因为我没有看到 所以我就不要讲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 The Naga 有机会 还有之前我跟大家讲过的 根定根根根定 马来西亚的话 我相信等这个疫情 真的二月过后 真的修复的话呢 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 相信他是会回来 还有我们的银行股 我还是坚定的相信 他会回来 尤其是现在我们public bank 做到这么便宜 有一些人讲说 再小过来 他还是一样的价钱 对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未来如果 直到两年后 他有机会会涨的话呢 那么我也知道 等疫情过了 过后银行会涨的话 我为什么不要去看他 还有Alliance bank票最少的 还有CME bank 大家都认识的 May bank代表马来西亚的 Hong Leong bank 也开始现在 慢慢的修复回来了 你看到这些很好的机会了吗 那么如果有的话 大家呢 就请记得 我之前在财寻奇事团 所讲过的 大家要懂要怎么做了 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明天 明天就在下面有一个link 我们有一个免费的分享会 今天我会缩短的讲 那么我明天会讲的比较长 然后会分享比较多的股票 包括我们的 这一个所谓的来临的consumer sector 是否可以投资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商品 包括黄金原油指数等等 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做跟国家大事都会跟大家分享 总共两个钟 一分钱都不收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那么我今天没办法再讲更长了 因为我东西要做了 我时间到了 我要去做我东西 因为等一下晚上我还要去赚钱 我时间到了 我要去交易 要去赚钱了 那么讲到这里呢 已经update完大家了 那么很希望大家呢 能够冗略参加 我们听说好像现在已经去到2000个人参与了 那么我位置我还是公开 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讲 老师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多一点人进来 我们很想听 每次2000过后你们的人讲就没有位置了 我真的是很伤心 我又要等一个月 那么有时候又delay到 我又没有办法呢update到那些trend 我就少赚很多钱 好我们这一次公开给你们2000多个过后 我还是照手有多少个收多少个 现在在下面的link呢 如果你们有机会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又想要找出来临的机会的话 就在下面的这个link呢 大家去register 明天我们的这个分享会再见 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的 这一些update的的机会跟资讯 我叫Tony Lim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我讲的话 麻烦你帮忙分享这个直播出去 让更多人都有机会 抓到趋势 先登机 一起赚钱 最重要的就是 有钱大家赚 开心最重要 健康也很重要 请大家记得 好了讲到这里 请大家遵守sob 现在接下来出去的时候呢 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遵守sob 我会再来临的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我叫Tony Lim Cheers man 结束咯 See you guys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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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